各位參加今天晚會的朋友,大家晚安 晚安 我要想一開始講說 我們台灣這個島嶼呢 是 基本上在很久很久以前是不存在的 但是我們知道在一次地殼的變動 就是在這個歐亞的板塊跟惠里本板塊的這個推計之下呢 逐漸形成了這個島嶼 昨天台灣教會協會發表一個新書 事實上是一個美國人叫做George Kerr 他寫了一本書在1965年的時候呢 名字叫做《For more some betrayed》 我們台灣翻作是被出賣的台灣 那麼這個本書當然在過去有很多的版本 昨天台灣教會協會歷經三年的時間重新翻譯 然後呢我們再請了五位 研究了台灣歷史的專家呢 幫他做了強勁的這個註解 那麼這本書的意義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George Kerr呢 他寫這本書呢 只要是寫給美國人看的 因為呢 因為George Kerr呢 他事實上呢 是歷經了台灣戰後的這個一段過程 曾經帶在台灣裡面 而且他也歷經了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在1947年時候的228 以及之後的3月大屠殺的整個過程 那麼他也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因為關心這個台灣的情勢 由於受到人生的攻擊的威脅 所以他在3月中的時候呢 就離開台灣回到美國了 那麼他這本書裡面一開始的時候 他描述這樣描述台灣的 他是說台灣呢 是位處在歐亞大陸的邊垂 同時呢 他也是在西太平洋的邊垂 我們知道如果我們看這個邊垂 從北到南看下來的話呢 是有日本、琉球、台灣、菲利賓群島 可是呢 如果再以這個 一個所謂的歐亞大陸的邊垂 跟西太平洋的邊垂交集的話 只有台灣是邊垂中的邊垂 所以呢 台灣事實上受到了大陸的影響 同時呢 他也受到了海洋的影響 我們看在歷史上 我們看歷史上 從大航海的時代 台灣歷經過河南人 歷經過西班牙人的統治 一直到正式的時期 到日本的 到清朝 一直到日本的統治 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呢 他都是因為他位處於海洋的要衝 所造成這樣的一個 一個各個海權國家的爭奪之下 所以呢 一直到 可是呢 在這個歷史上面 我們去看 從來就沒有發生過 1947年 二八事變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屠殺的規格 重視是在 重視在這個 在日治時代出取的時候 台灣人 包含 原住民出來反抗 但是那至少有反抗之下 是一個 一個反抗鬥爭的過程裡面的 可是呢 在1947年 這段時間裡面 它就不一樣了 那這個原因是在 我們要了解 台灣作為一個島 某種程度來講 雖然它是在一個 歐亞大陸的邊塵 但是呢 它的性格 它的性格 基本上還是屬於一個海洋的國度 我們知道 從歷史上來看 台灣的原住民族呢 事實上是很多 大洋洲 包含 紐西蘭 包含 澳大利亞的原住民族呢 的清醒 從歷史考證呢 基本上 大家都認為 應該是從台灣開始的 所以台灣本身 它的這個歷史的過程裡面 它是屬於海洋性的 可是呢 1947年的時候呢 很不幸的 很不幸的 一個很龐大的 屬於大陸體系的 這個勢力呢 來進入接受的台灣 這樣的一個 一個大陸體系的 這個力量呢 這個權力的結構呢 它心向的 它並不認為 它是屬於海洋的 它是屬於一個大陸體 這時候都造成一個 整個基本上性格的 一個什麼 一個衝突 所以這個衝突 這個衝突 這個衝突 在當年的時代 在當年那個時候 所有的 你當時的時空 George Kerr呢 他為什麼寫給美國人說 你出賣了台灣 是因為 在那個時代 沒有人能夠真正了解台灣的本質 包含 住在台灣 所有的 不管是原住的民族 或者是 從威亞大陸呢 移民到台灣的人 都沒有辦法清楚了解 它自己作為一個 海洋國度的定位 所以呢 才會造成這樣的問題 今天 今天 經過了 將近 六七十年 已經超過半個世紀的 的時代 來到我們今天 2014年的時候 我相信 我相信 我們大部分 我們大部分的 國民 尤其是我們 年輕的一代 應該更能了解到 台灣 基本上是屬於 海洋的國家 所以呢 做一個海洋的國家 一定要有一個 基本的認識 就是說 我們是一個 新生的土地 我們要對這個土地 不管是在地理環境 要非常衝突的了解 同時我們也要 對它的歷史的過程 我們要了解 那麼 本來 本來 對於台灣的了解 在過去台灣 檢驗以後 二三十年呢 已經有很大的進步了 很大的進步了 所以說 今天 我們今天大家 不管是我們今天 在做的 有非常年紀大的長者 也有非常年輕的 年輕人 在做的這個地方 就是因為 這樣的一個 思想的 解放之下的結果 我們可以想說 這個思想的解放 也就是自由的這個東西 事實上是 本來我們原住民就是想要有自由的 當年 從歐亞道路 想要來台灣人 也是想要有自由的 所以自由這個東西 是台灣人 住在台灣這個土地一面 本來就應該要有的 但是呢 在 1947年左右的時候呢 這個自由 事實上被剝奪掉了 從來我們在二三十年前開始有 又慢慢維護到自由 所以我們今天享有這個自由 這個自由享有以後呢 當然我們在這二三十年前 建入了所謂的民主的政治 我們慢慢的有民權的 人權的觀念 所以我們今天講說台灣是一個 自由民主具有人權的國家 所以這是好不容易 能夠得到的這樣的一個成果 那我們今天 今天來到這個時期 我們知道 以2013年跟2014年來說 尤其2014年一開始 給我們台灣社會最大震撼的 就是說 我們的教育部呢 在克剛上面 竟然又要走回去 30年前當前危險體制的時代 但表示說 從教育體制根本在顛覆了我們台灣人 好不容易累積的 所謂累積下來的 自由民主跟人權的這個結構 他用過去的這個思維 又要來教育我們年輕人一代 這是我們為什麼說 我們不能容忍 沒辦法容忍的原因 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這塊土地都有認識的以後 那我們的 假如說 像我們講說 當我們認識這個土地 我們竟然都認為說 其實在這個地方 它有很多的優點的 我們常常說 台灣好像是沒有能源的 因為我們沒有石油 我們沒有天然氣 可是反過來講 在台灣這塊土地 因為我們主在兩熱帶 所以呢 我們有充足的陽光 我們有 特別的地質結構 我們有很多的地熱 這些其實是能源的來源 可是我們過去呢 沒有辦法去開採它 沒有想辦法努力 用現在的技術 去得到這些能源 那這個就是說 為什麼會這樣 包含我們現在的政府 為什麼它沒有辦法 從我們大自然 給台灣的能源裡面 去想辦法去收穫 那這樣的話就是因為 主要它沒有自信心 沒有自信心的結果呢 就是它事實上沒有辦法 好好的利用我們的資源 所以這些事情造成的結果是 整個從政府的體系 從政府體系來講呢 它就認為只有像核能這樣的 對台灣非常危險的能源 才可以 才可以 繼續用在台灣 而它不會去想 利用它的 智力 它的智慧 以及現代累積的技術 去開發 我剛才講的 太陽能 或者是地熱 這樣的一個 或者是風 這樣的一個天然的能源 來代替掉危險的核子能量 所以這樣的一個例子呢 就包含說 因為這樣的沒有信心 就包含 我們台灣的經濟的走向呢 一定說要 一定要跟大陸體系 要跟中國呢 要連結 所以呢 就會說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 服務貿易協議 有一個擴免貿易協議 只是說 好像我們一定要 跟中國連結以後 我們差不多有好處的 可是它忘記了 它忘記了 這樣的連結 讓我想起 1947年的時候 台灣第一次受到一個 多亞大陸連結 那一個震撼 那個震撼 我們好不容易掙脫出來了 我們好不容易呢 我們好不容易呢 慢慢經過解嚴以後呢 自信心 我們慢慢恢復 台灣作為一個海洋國家 我們拿點到說 作為一個海洋國家 我們的面向 我們的心事 走向全世界的 這樣的思維 所以呢 在這種情況下 台灣人是很有自信的 那不是今天 因為這樣的一個走向 一直偏向 歐亞大陸 一直偏向中國 那台灣呢 就慢慢慢慢的 失去了 做個海洋國家的 的動力 我們 國民呢 也慢慢逐漸的 失去的自信心 所以我們 就會發生了很多 很奇怪的現象 明明有很好的資源 明明有很好的智慧 可是我們 並沒有辦法去開發 沒辦法去開產 那由於 就因為這樣 惡性循環結果 我們就沒有自信 所以在今天 我覺得我個人認為 我們今天 舉辦這樣一個 共生音樂節 共生就是 我們是共同生活 在這塊土地上的 我們不但要認識 自己的土地 他的風土人情 他的地理環境 我們認識 他的歷史的脈絡 同樣的道理 我們要對這塊土地 因為我們 我們的祖先 在這塊土地成長的時候 就是要這個自由 當我們的自由以後 我們就要用我們自由意志 來 再加上我們的信心 來耕耘這塊土地 我相信 唯有 在這樣的一個土地上 以及加上 我們是一個海洋國家的觀念 我們應該可以 跟全世界連結 我們有可以走出去 我們自己去逃路 我們可以產生 在這個 不管它是在 優雅大陸邊垂 或者是在西太平洋的邊垂 我們自然會造就一個獨特的文明 所以在這裡 我很期盼 經過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過程 在今天 共生越野裡面 我們就希望能夠 往這個方向去走 謝謝大家